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还想说像龙袍有龙印在上面的 黑底黄花鸡 我还以为有两个卤贴怎么这么大 我以为整个都是卤贴 好大的卤头 这也是现在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马英九的问题 乳胸症 所以我看见小马哥 我也就放弃了努力了 他天天这么跑 跑的两个大奶子 这是天生的 不是年纪到了 另外你们睡觉睡姿不好 像我就没有 为什么 平睡 睡姿跟男人的胸有什么关系 所以特色压胸的意思 反正你睡不好 就算是男人 乳房会越来越垂 我就倒着睡 没关系 这代表你有胸 你的意思是我是站着睡的 只有站着睡才会垂 有时候你 反正就躺着睡也会垂 我要把头往后 把脚往上 这样 我的床是后面 好像医院里面 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睡得好高难度 你不是进过骨科医院 太累 韦杰还是这个 这个红特别好 我觉得 公司规定 就是过年期间 一律就有红色 女主播只能穿红色 无论做什么节目 都是要穿红色 对 让我想起一个诗 就是什么叫 云和色阴红 殉教应流血 所以感觉今年我应该会 红红火火之类吗 不是啊 我想到的殉教啊 殉教的那种 我们不是过年期间 如血一般的那种 阴红色 我觉得 好的 我把这件留给你 挂在你的衣柜里面 你今年真是 就是不是红 就是血啊 好心酸啊 才可以这么心酸 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韦杰也要传递 给我们一些这个书香 咱们说了 咱们这个特别节目 不是我出这主意 好不好 每人一本书 而且我还说了 昏述不济 不是说 非得假装什么 什么存在哲学 才算书 对吧 就是任何一个 你想给大家推荐的 一个书 可是就是不能谈 自己的书 你可以叫别人 谈你的书 It's ok 我都问过他们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So sorry 我很真诚的 嘉惠 我很真诚的跟你说 我确实用了 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 在犹豫 我是不是选这个 龙头凤凤这本书 但最后我一想 我还没看 对 不能忙 没关系 我们之后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书版 第一刷刷过之后 第二再版 说我们可以再聊 那你知道文涛想了 好 跟我说过好多 还没看的理由 最后一个是说 嘉惠 你知道我到处跑 有时候香港 有时候深圳 有时候北京主要 所以呢 你送我一本书不够 要单本 我到每个地方 都放在床边 所以我第二天 马上送他 还写文涛二号 文涛三号 你再也没看的理由 结果就 但还就没有看 这点我确实跟你保证 你的这三本书 不是说放在床边 但的确都放在 我的床头柜上 就还是每次要看的时候 明天还得录像 但是嘉惠 人家已经得了十几个奖 对吗 那韦杰 今天你给我们呈现的是什么书 我要找 这本书呢 大概是我一两年前看的 叫做这个生命清单 因为我印象都是走这个 传递正能量路线的 然后这本书呢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很温馨型的小说 然后女主角呢 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书的皮 对 这个 就是 他不是主角 他只是土 就这个书呢 这女主角呢 家里是有钱人 就有一天他妈妈过世了 然后呢 遗传也都不给他 什么都不给他 你说的女主角是作者吗 不是作者 就是一个 你先来看看 这个是作者 对 这个是作者 这个作者是个什么来路 他就是专门在写这种 比较小说 他其实是一个语言治疗师 跟辅导师 语言治疗师 有点像心理医生 对 就类似比较偏重于心理啊 然后语言啊 心理医生啊 那种感觉 他这是一本小说 他是一本小说 对 他一本小说 你讲这个女主角 好 就女主角呢 34岁那年妈妈过世 家里非常的有钱 但妈妈一块钱没留给他 然后就 然后呢 他就历经了 包括就是他就 他就立刻失业 也没有地方住一无所有 但他妈妈只是希望说 他女儿可以重新找回 对于生命生活的热情 然后他妈在他12岁当年呢 有一次这个女主角呢 就写了一个wish list 就是他希望 人生中可以完成的事情 他妈就把那样子收起来 然后放在遗嘱当中 就是说你要在一年之内 完成你在12岁那年 所许下的愿望 你才可以拿到你的 就是你的遗产 他其实有分给他 但是要在一年之内 然后比如说包括了 这个女主角有这个公开恐惧症 公开表演恐惧症 然后呢 交了一个男朋友 各个都好 但是 但其实最后 他们还是会分手 点点点 就在这过程当中呢 这女主角就不断的回头去 检视自己的人生 就是他可能很 比如说他很适合当老师 但他又很害怕 在众人面前讲话 那他怎么去当一个老师呢 然后他没有钱 他怎么要去生活 然后他在种种 克服这个过程当中 重新寻找自己 找到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 就是不管说 这是不是你12岁所立的愿 但到你34岁 其实还是有实践的可能 就是他妈妈知道 他12岁时候的一些梦 对 他妈妈会觉得说 他在12岁许下的梦 是非常真诚 他也真的很想去做 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你就会一直给自己打折扣 说我做不到这个 我做不到这个 就是不断的会有负面情欲 说我没有能力做这些 然后就会慢慢的缩带地 他慢慢的疑言 疑怨 就是让他完成 他12岁 对 就是他要完成 这个清单上的一切 他才可以得到他的 拿到钱 拿到他的那个遗产 对 但是如果 拿到遗产之后怎么样 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 反正12个梦 也是有可能 但因为后面没有讲这一句 就后来他追求 他最后完成 但他在最后完成之前 他会就是其实 当时只剩下可能一两个礼拜 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已经完成了11个梦想 我也找到我自己 有没有完成最后第12个 或者是说 有没有在两个礼拜之内 完成第12个 对他来说并不是重要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找到自我跟自己的自信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 首先非常适合女生读 然后再者是因为 他又就是都是一些对话 然后你很容易就 很容易读的一本书 这个倒还真的是 让我想起啊 12岁 家辉你能回忆起 12岁时候你的梦 有啊有 12岁你想干什么 其实我记得 我家附近有一家夜总会 我那时候说 马老师就是不一样 12岁的梦想 都跟郑强不一样 马老师我跟你讲 家学渊源 就是他这个父亲 他曾经亲口跟我讲过 他父亲就是 北京天下人间 被查封的时候 他父亲潸然泪下 老人家远在乡 感同身受 我觉得很 本来正准备 慕名已久 这下被查了 12岁的梦 不是那是我父亲 因为他一直 要求我带他去一趟 就像以前有些 电影小说都是这么 父亲有些 老了 有些愿望 要给儿子 带他去完成 比方说我要去 日本 富士山一趟 去哪里一趟 我父亲一直 期待我带他去 天上人间一趟 每次问我 我都说 我钱最近比较 手头比较紧 文涛又不肯借钱 你看你留下遗憾给他 他都没有去过 王菲唱追梦人 北京公安局是碎梦人 最厉害 说起这个文涛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留言 的确要感谢你们那个唱唱的粉丝 仗义 记得我们有一集吗 我跟你说 讲到跟你借两万块 我摆明是开玩笑 手头紧 对我摆明开玩笑 因为我缺20万 观众打给你吗 观众留言 很认真 跟你募捐吗 这么好 对 马博士 我看到你那个跟文涛借两万块 这个家伙好像不可爱 然后骂了你一堆 不正义 可是我虽然不是有钱 可是我可以调出来的 那我能够借给你吗 很只好爱你 没有我觉得 哇真是 他们可能恨他不是爱我 但我觉得真是要感谢 这个听众 观众朋友 所以其实我在你 在这里隆重声明 我缺20万 不是缺2万 所以粉丝们那个募捐一下 请打到以下的账户 对这集节目播了 他就加码了200万块 好所以我有学说 我不骗你 因为我经常说 我家进进出出打麻将 这我家的案例 对对对 阿姨很多都是叶总会的妈妈さん 我叫小姐 然后我学三岁 然后呢 他们的妈妈さん跟小姐们 来到你这么学三岁 开始朦胧 有感觉 开始朦胧 你没什么说这样 开始朦胧 就他眼睛看着 他们穿着起跑来 以后来 以后去 以后也要去 然后我听我妈的讲 他们就是在我家附近 那个夜总会 然后上班 所以我那时候 其中一个生命清单 就想说 我长大的 一定要去 赚到钱就去 那后来还完成约网 好久以后 我都忘记就是了 后来有一天看报纸 看到说那一家夜总会 什么电租铺租要涨价 涨三倍 他经营不下去了 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个晚上营业 很有历史的夜总会 那我就决定 那个礼拜五就去 要呼喷饮办就去 结果一去了 就发现 因为最后一个晚上 根本没有小姐 没有人陪 没有什么 本来我也不是找小姐 为了圆了心中的梦 反正去了 全场好像那个妈妈伞 还有茶水的心里的 有关的 全部是老顾客 资泥破碎那种老头 资泥破碎听起来好可怕 他说的那种夜总会 里边你去看 只有那个老阿公 对 你跟老阿公 跟他红包场比较 他倒是破了个记录 以后就是老少先 只有老阿公和十二岁的男童 在里边被玩弄 是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如果您先生不太会 那韦杰一般来说 这个看书就是看自己 你推荐这个 是不是因为说 你觉得你从12岁到现在 当年你想做的那些个梦 你已经妥协了 我觉得我还算一半一半 因为我还是一个 蛮有目标跟指向性的人 你12岁的时候的目标 到现在实现了的有什么 好像一步一步都有 大概六成都有实现吧 到富凰卫视当主持人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 但是就是 我是一个就是每年 或是一段时间 我都会列一个目标 然后比如说我在大学 我在进大学第一年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四年之后我要出国念书 所以我大学的课程 跟我去比如说打工或什么 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走 所以我是一个会定一个短期目标 确实是往那边走的一个人 所以我还 往前连有 他的那个小目标 也太大了一点 等下我就是这样 就像比如说像之前 就去年来的时候 你们不是说我的16年的目标 就是到17年之前要完成 就是跑步跟做 一大一菜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会真的去把它实现 然后接下来就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也真的要去跑马拉松 或去完成这个梦 所以我是一个很 就是我是一个 就比如说我如果列了目标 我会很努力的去做 那有没有做到是一回事 但至少我享受中间去给自己一个承诺 还有觉得自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就是你A型写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搞到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 A型写就是这样 高于高于 农耕民族的后裔 真的 但我要是像你那样 像我们游牧民族的后裔 我像你那样 我就觉得生活好难 因为目标永远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今年就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放过自己 而且太枯燥了 这是还有什么惊喜呢 你 对 我现在觉得你比如说 也是有惊喜 比如说在练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 哇 这腹肌练得特别好 你就会觉得 其实也是个惊喜的来源 因为我觉得12岁的时候的梦想 让30多岁去完成 简直是胡说八道 对 你也会觉得很 你会觉得很夸张 对吧 但是当他去做的每一件事 你都会觉得是合理的 你比如说 我想想 我12岁的时候的 这个12岁女孩子 现在女孩子发育早 12岁应该就出巢了吧 我好像12岁还没医经 就是说 我不知道 这个生理上还没有成熟 我忘了 等我躺着 回忆一下 就我觉得12岁 就12岁的时候想的 我跟你说 我12岁的时候 我想做一个人 你们听起来就觉得好可笑 家伙我也写过小说的 我爸爸还给我留着 我们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觉得这是 这是胡说八道的 因为你在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都是看什么书 你们都没听说过 全是打你们国民党的那些小说 就是什么大刀 也不是 还打日本鬼子 大刀记 写到游击队 你知道我们是看这些小说 大的 然后12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我的小说 我的幻想 我要作为一个 一个叫 就是类似于敌后武功队的队长 那个时候我们看了样板戏 游击队的队长 有叫李向阳的 这我这岁数的人都知道 有叫李向阳的 还有叫叫什么的 我忘了 最后我就给我自己起了个名 我说我要是一个 北方 活跃于华北 白杨殿里的那种游击队 队长 我的名字叫李金龙 叫李金龙 然后我那小说的第一句话 我至今还记得 我说就是在这个华北的原野上 这个木 就是不叫木色 就陈雾 陈雾当中 啪 出来一匹白马 对吧 然后这个马到了这个这个镜头跟前的时候 这马上击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马上的李金龙 是吧 双手 我们那个时候叫伯克枪 就匣子枪 啪啪 两枪 这个枪声敲碎了华北原野的陈雾 这就是我那小说 我爸很快给我收藏起来 你说这个兴丹 我要 他也是有实现的可能 你也是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局势这么的混乱 也有也许有一天你还是给我一个从军之梦 你知道 我要实现 北京国安局又是碎梦人 首先要改名李金龙 金龙兄 你当时那个 有这样想象的时候 会不会玩一种游戏 我小时候会的 就比方说你想象你是个什么游击队 会不会就家里没人的时候 骑马打仗 对就假装拿着仓 眼前想象有那些人 绝对的 我不知道香港小孩是什么 我们那的小孩小时候都是战斗狂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暴力 我们看的等于都是暴力电影 上甘岭 都是这种战争 当然是革命了 革命的暴力 但是呢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你像有一天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放学回来 光光光有人敲门 说我弟弟回来 我弟弟开门 我把门一拉开 先打他两把 我把门一拉开 看见我弟弟就 你觉得男孩子吗 他肯定一路幻想 那我估计女生的话 可以12岁或14岁来写 男生可能要到16岁 那个清单会好一点 就要往后推稍微一点时间 才符合男生心智年龄 还是得一了经之后 成熟一点 不要这样 我真的很 就很期待 这本书 我真的很期待女孩子来看 不但这样 你还要跟我们推荐一段名言 他其中有一个 他一段是他妈妈就说 你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表演 因为这个女生表演过一次之后 他再也没有在舞台上 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演 然后他为了要完成这个梦想 拿到下来一个信封 就下一个目标 他就上台表演 然后他表演完之后 他妈妈的信封就跟他说 就是说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凡是非得表现完美不可 我实在想不通 可是呢 在成长的路上 你就是失去了胆量 那个爱说故事 爱唱歌跳舞的快乐小女孩 变得焦虑又没有自信 然后他妈妈引用了 伊莲娜罗斯福说过的话 每天要做一件 自己会害怕的事情 继续敦促自己做那些 你会害怕的事情 所以呢 因为他是一个对话 所以我就把这个 这个伊莲娜罗斯福的话 把他印了出来 你给我们念一念 什么让你感到害怕 我们总是倾向 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挑战自己 无论什么让你感到害怕 上次在公开场合演说 跟朋友有个 难以开口的深入对话 或者是跟你的 顾问约好时间 或者是非要是 展开创业的计划 将那些让你害怕的事情 列出来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先去挑战 这个清单上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很多事情 你将会为你所采取的行动 感到骄傲 因为你完成了那些 你最深的恐惧 好 咱们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伟杰念的是中文 英文我来给他念 好 麻烦你了 我把你打出来了 嘉辉说 但是为什么伟杰提出 要聊这本书 你看我们这个小编 这个小鬼 他给我找的材料 确实鸡汤文学 为什么盛行 可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什么要让我问伟杰 平常会看鸡汤文吗 江辉 你对现在流行的 这个鸡汤现象 对我喜欢鸡汤文 还有金句 有没有 金句子 我们小时候看好多的 我到今天 每遇到什么烦恼的时候 想到一些句子 指引 都是鸡汤的 都是从什么 读者文栽 老外的读者文栽 我们大陆的 我们内地也是读者文栽 当年火到几百万的发行量 对啊 我们的英文版 要翻译为中文 很多了 比方说其中随便讲一句 就是忘记是谁说的 就是说 一个心胸仔的人 心中想讨论的 就是人的问题 心胸稍微宽的话 会想着事情 心胸最眼界最宽的 最大的人想着什么 观念 概念和观念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 会讨论一些八卦是什么呢 老海还是想起这句话 会提醒自己 我要把这个从人 人做什么事 什么八卦 好的坏的 然后往上提升 这些事情里面 到底背后的观念 概念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蛮有指标作用 指引作用 这就是学者了 就是说 你不是说同意 还是反对他的观点 而是我听到你有一个作为 或者一句话 我就想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一种观点 这很好用 比方说女生有时候纠缠 爱我 爱不爱我 爱不爱我 就把它引导提升 这又不是爱不爱你 的问题 所以是用来撩妹的话 我离开你 也不是为了离开你 是因为从爱情的关系来看 然后就讲了 从苏格拉底开始讲上来 这天上去像文道的路 我觉得因为我的粉丝 或者是什么 他们很多都会 可能在某一个年龄层 他们常常会在工作 在生活 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就会自我否定 所以我觉得就是 推进这种说 其实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 的时候会先否定自己 会觉得是 还是我就会 就是你可能 比如说你跟男朋友分成 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好 是不是我不漂亮 不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离婚 是不是我老公怎么样 是不是我没有对我老公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是这些负面的情绪 让你忘了你自己 其实有很多的能量 可以去散发 然后去做 但就像刚刚我说的 就是你每天要做一件 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让你永远知道说 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去进步 我可以去 我不要一直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 但是我问你 就是说 跟当年的梦 到后来到了进入现实 就要妥协 比如说 最后嫁老公 或者找男朋友 你觉得到了一定的成年的女性 她是一种 就是说 她还是爱她的 那个时候就是说 这个情绪也变了 她是爱她的 还是说 她就是凑合 就不是就凑合 就是说 跟我当年小时候想象的那个 当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会是一回事 但是我也有一点凑合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都会有 可是我觉得 就是现在走到这个女性的时候 她们会更多的是追求说 我开心的元素 就是说我也许现在我也可以跟这个人 很凑合的活下去 再过十年 大家就反正就是 就是相近如冰嘛 冰块冰 大家就继续这样过 或者是大家各自各晚 可是我觉得更多 我现在看到女性是会觉得说 我又要有个停损点 因为我希望我追求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我是追求我以快乐为谁 而不是说我要绑在一个框架 这个概念是个金句 止损点 止损 停损点 我最近也得到老考虑这个问题 今年有个关键词 就能够到 我先去 的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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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